住在台中谭子区的林木火 十年前因为罹患了脑瘤 接受开脑手术 而另外还会有经常癫痫发作的情况 两年前他的妻子又病逝 让他相当的忧郁足不出户 贼其志工将他列为居家关怀户 实时的开导 并且鼓励他出门来做环保 投入环保行列 现在呢 他因为做环保 不但癫痫不再发作了 心念也逐渐转变 变成一位快乐的职工 这是太太过世一个星期前的照片 当时夫妻俩还开心合影 怎么也没想到 太太的心脏手术失败 就这样天人永隔 过世的很疲倦 爸爸心情很难过 然后走不出那个阴霾 我说这样的话 一直下去不是办法 然后我就找一些刺激的职工 蓝天白云职工走进家门 打开新门 一度走不出来 我们慈祭之工常起来关怀他 也鼓励他出来 也成为我们慈祭的会员 也做了环保 每天清晨六点 林木火就到坦子环保站报到 头顶一条长长八痕 脑流开刀之后 留下了癫痫抽搐的后遗症 开了都思想要求金 要求到做了 像我们都在哪里路 让人求 求一遍 这些事就叫我们来这做宽宝 做了 心情好 还有像我们不求金 没有想到他这么一做 就是两年的时间 那不只天天来 还一天来了两趟 克服病痛放下思念 林木火不再哭泣发呆 77岁的引发人生 充实有意义 大爱新闻张哲人李月为台中报导